哈囉我是蓋依 我是如龍 現在呢我們為大家示範 接見的五大神技之一 潛水瓶 棒 現在我們來示範潛水瓶的第二個動作 南上加南 南上加南高手 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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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潛水瓶的動作 被列為 接見的五大神技之一 這動作它到底有多困難 然後一般人可能要練多久才練得起來 每個人都不一定耶 要看就是他的身高比例跟有沒有一些基礎之類的 接近很多動作真的很吃神經連結 那神經連結每個人他連接起來的時間又不太一樣 對 這個動作你覺得很難嗎 你自己練接近練這麼久 你覺得前腿平它是難度在到底多高 你以靜態動作LV10的話我覺得差不多在LV3左右 這麼簡單喔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沒有很難的一個動作 就是每個人不一樣我個人是覺得還好 我自己就是單飲的話我比較算比較擅長的動作 前腿平的話反倒還好 像該翼的話協調的部分就是單飲 然後又有一些力量的基礎在 對做前腿平這個動作來說相對來說會比較輕鬆一點 對因為我其實前腿平沒有練太準 我是先練單飲 然後我單飲練了半年都還練得很漂亮 然後我就想說我來玩練前腿平 然後練練 發現好像可以撐一下腔 今天就是我會跟如龍請教一下 我等一下會告訴你 我是怎麼一步一步練前腿 我是用了六個步驟 然後每個階段我都會跟你討論一下 然後請你幫我看一下 而這些動作是不是 四倍功半呢 還是是真的還不錯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打 好 好那我們就來讓街尖大神如龍來看一下 我是怎麼練起來的這些動作方法好不好 那我們第一個動作 最開始我會把槓架低一點 然後我會先就是 因為你們說的團伸我會把膝蓋彎起來 然後我會直接這樣撐著 直接這樣頂著 然後把手打扯 感受一下自己身體處在水狀態的時候的發力 就先讓我們後背去感受一下那個壓力 第二個動作呢 因為在做清水瓶的時候 槓膽啊就是跟你的身高會有一點關係 在做清水瓶如果腳伸出去的時候 就會變得比較這樣 角度比較小 然後曲腿的話 就會變比較接近90度 所以我現在呢 第二個動作我就會開始練習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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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一隻腳伸出去 然後回來 因為我再伸出去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掉下來 所以我就是先這樣子 然後一下子先撐著 撐到不行掉下來 這是我練習前水瓶的第二個動作 然後再來進階呢 有一個很好用的東西 彈力繩 我在健身房呢 這種東西是非常多的 彈力繩呢我就會隨便亂擋 然後我們很輕鬆的 先坐上去 好 就坐在上面 那我就會開始 一隻腳伸出去 一隻腳勾著 用彈力繩呢 先把自己身體打直 然後壓 下來 身體打直 壓 下來 這個動作呢 可以讓我很好的感受 背後 再做下壓 尤其是背後射程 接近 到前面 前距 整個下壓的感覺 然後第四個動作呢 就是 進階版的 我會把兩個腳都伸直 然後 先打直之後呢 單純用背後去壓 把自己壓起來 對 撐不住了就掉下來 然後再重新 打直 腳伸直 壓 這是我的 練習的 第四個動作 那第五個動作呢 就是要 要 長大的時候 要跟我們彈力繩說 來來來 第五個動作呢 所以開始 不用彈力繩 然後伸出去之後 單腳先彈起來 打直 打直之後 撐 自己 壓起來 然後每一粒就掉下來 這是我的 第幾個 第五個 喔第五個 對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雙腳打直 身體 打直之後呢 直接壓 之後呢 就會開始練習 就是 定在上面 對 就直接開始看自己能定多久 當我開始可以 定在槓上做潛水 的時候呢 我就會第一組 就把自己定到立即 然後下來 然後休息 很長一段時間 我在做第二次前任的時候 把自己 定到立即 再下來 再做 然後一次一次下來 我就開始慢慢的就 秒數有拉長 好的 以上呢 就是 我是怎麼把我的潛水瓶練起來 我覺得 乾液的動作的話啊 我覺得都是沒什麼問題 但是我覺得 有一些細節需要去調整 就是 潛水瓶這個動作就是 它是 整個身體是比的嘛 所以我們往下看 我們大概腳就是這樣 還有一個小雞就是我的手 欸 就是我的手腕 一般是抓這樣子 可以抓進來 比較好壓幹 比較好壓幹 好啊 你說 你說像我是不是這樣子 對 一開始你就把它扣住 對 變成這樣子 但是不用扣的話 它們比較厲害 但是我們可以先 練比較 不用扣的 當然比較厲害 對 那我幹嘛要練扣 可是因為你沒有扣的話 你手一彎 你手一彎的話就是 就是 就是動作就是會很難表情 不是 會有其他情緒 對 要循序漸進的 我在練潛水瓶的時候 我有時候是 瞄著上面 所以 我可以 就是 可以 頭背上的抬起來 看著自己的腳 對 看著自己的肚子 腿到腳 手有沒有平的 對 我們坐之前的話 我們就先往下看 就是坐之前 然後 模擬那樣 坐前面的地方看 可是我們現在 大部分就是 過的地方 他會在腰的位置 手的部分的話 我們抓 女先筒翻就好了 然後我們手 可以先抓進來一點 先抓進來一點 然後我們先往下看 因為前面的頂 差不多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腳步 如果我們稍微 塌陷或 歪掉的話 就是自己可以看出來 自己可以去調動做 之後我們做的時候 我們一邊看 然後一邊做 然後吸口氣之後 一直腳平前 然後 還有一個技巧就是 一般你在做前前平的時候 就是 吸桿感覺會有一點 回彎 就是做起來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點 回彎 那我們 可以把我們的腳尖 往下 往下壓 或是往後 或是往上勾 強迫 就是小腿的處理 讓膝蓋的更大肢 就是讓動作更完美 的動作 現在呢 我就來跟大神如龍 來請教一下 如果有新手 他要自己練習 潛水瓶這個動作 他應該要怎麼開始 或是他需要具備 哪些基本條件 才能來練習這個動作 新手的話 我會建議他具備 十五下 引體向上 十五下嗎 直接來喔 直接來 三 四 我真的要做 六 七 八 我剛剛想說 四 四放幾個而已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哇 再有這個基本能力喔 再加上一個L-SIT L-SIT 三槓L-SIT 差不多十秒左右 喔 L-SIT 一二三 喔 引體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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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恭喜 基本的你要 要這麼強 是不用一次做完啦 就是需要這兩個條件 的狀態下 就是去練 再去練前日你的這個動作的話 比較不會受傷 那 該一剛前面做的那幾個動作 也算是一種練法 那我這邊再補充幾個練法 我 就是 新手蠻容易上手的動作 我們做這動作的時候 一樣 我們首先 要有點扣住 對 扣住的感覺 手腕扣住 我們身體往下 看 注意你的腳的部分 腳的部分 然後我們肩甲 然後核心先收緊 我們釣除 釣不在幹嘛 我們先要 屁股夾緊 回去收緊 然後我們做肩甲 下壓 下壓 然後把身體壓起來 壓起來不用很高 差不多 一點點斜度就可以了 一點點斜度 因為它這個 出力的方式是 跟牽著筆的出力方式 完全一樣 我這叫 斜身前水筆 那再請烏龍 幫我們示範一下 讓那個 新手一開始可以先練習 手腕扣住 肩膀手腕扣住 然後 肩甲骨 鬆掉了 發力 扣住 那 喔 主要是在練 你肩甲骨這邊 附近的肌肉控制能力 對 沒有錯 那做這個動作 還有問題就是 核心沒有收緊 它會 核心還打掉 那我們就是一樣保持 肚子 出力 然後發力的調整一下 然後看著腳尖去做這個動作 去抬起來做這個動作 那我現在示範第二個 牽著你的練法 我們可以先 拉伸到倒立的動作 對 拉伸到倒立的動作 對 拉伸到倒立的動作 圍擊10點 然後我們的眼目光一樣看著我們的腳的部分 然後肚子保持收緊張 保持張力收緊這樣 然後我們把一腳收起來 慢慢降下來 喔 練習一個 離心 對 這個時候 肚子要出力保持上面 然後 降下來 保持慢慢 這有點像 就是一開始 引體向上拉伸上去的 它也會就是 踩高之後 慢慢收腳 然後 把自己保持慢慢放 降下來 對沒有 就是練離心 對 因為一般人的離心 力量比較大一點 對 所以我們會先摩托動作 這邊 那如果單腳的 坐不太小 可以試試看 這個 也是 怎麼樣 這個圍擊70動作 肚子收緊 然後 團伸 桌前 降下來 降下來的時候 差不多撐了 1秒鐘 然後我們再重複 做這個動作大概 三到五下左右 為止 好的 那今天就謝謝 接見大神 盧龍 他來為我們示範 他平常的一些 潛水品的練法 真的是 受益量多 如果大家想認識盧龍多一點 可以Follow他的Instagram 感謝盧龍 那今天的影片 就先到這邊 大家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影片下方 留言給我 我是健安蓋一 盧龍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這個很秀欸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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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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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 陸中雙男當手音笛 很強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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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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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